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讲资讯爆炸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精神科在以前做过一些大型的研究 发觉原来在乡村地带生活的人士患精神病的比率 尤其是一些轻性精神病我们叫做CMD 的比率原来比都市人少一半 我们想想什么研究结果成因是什么呢 有些人觉得在农村人做耕种或者做其他简单的工作 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识 没有那么多烦恼 都市人就不是了 都市人多了很多竞争 我们估计时的社会计算平时的工作 这些高级的社会计算平时的工作 就是在这十几二十年 由于资讯科技的进步 在网上甚至现在手机的流行 随时看到很多的资讯 新闻的报告也不是以前隔几个钟头才一次 24个钟头不停播的 这些新闻台 不幸香港这两个月很多事件发生 很多事会出现 现在差不多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做记者 都可以发放很多的资料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所谓多如牛毛,数不升数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这些资讯是真是偽,真是不知道 没有人证明这些资讯在来源、准确程度 照片的意念表现什么呢? 真是大家都不知道 越看有时莫充一时 都不知道帮哪一遍 或者想知道真相是怎样都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影响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些 我们叫做面书或者群组 大家抽了很多的资料出来 在这些片段表现,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大家对Key的当然是没问题 大家越说越开心 不对Key的不错 你是这样的识 大家的意见不同 小则就炒骂 在网上或者group里面吵架 大则退组 或者unfriend,unlike 很多这些出现 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就不好 很多本来是老友寄 本来是一个群组 玩饮食 例如我自己的 有些打球的群组 都带了很多 最近的很多政治讨论 很多人都说不如不要说这些 但不说他们就照说 结果那群组就散了 有些人退了组 有些人弄了新组 这件事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另一件事我们做得最严重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香港人 尤其最近很多事 晚上发生的 越看越晚 新闻越报越多 通常都两三点三四点 才叫做收工 有些人跟这个资讯 跟下去跟下去 所谓loop来loop去 不用睡了 一不够睡 但第二天的精神又差 所以昨天遇到 有些普通科的同事 说笑地说 我们惨了 现在这个世界不好 很多人伤风感冒 都不要看医生 留在家 又怕阻挠 又怕什么 他说你好了 你的科肯定很多症 老实说 真的多了很多 这个问题的病人 来见我们 因为实际上压力大 资讯真的爆炸 不要说现在香港的环境 就算没有香港这个动荡 只是资讯爆炸 这件事 我以前也说过 是会令到我们的脑根 收到很多信息 信息要分析 你们看了些东西 都要知道是对是错 或者有什么观念 我脑就不停地用 不能休息 所谓这些 叫做脑根过脑 或者叫做认知过脑 不是认知障碍 很多东西真的消化不完 所以就说 在这段时间 我提醒大家 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精神健康 第一 看这些资讯 適可而止 也不要过分的情绪化 在群组或面书里面 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 不要那么容易问朋友 又退组那些东西 大家说的话 都留到一些余地 还有一个特别 这些资讯 跟旧事我们不同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就是面对面说话 现在呢 老实说 就算很近 都是因为WhatsApp 隔间订阅WhatsApp WhatsApp 你可以表达到那件事的事情 但是你表达不到 那个人的表情 比如我说一件事 我爱你三个字 还有你真的看到 那个人说 我很爱你的 有表情有成的 是两回事来的 所以很多人的沟通 在这里出了问题 有时候 捉错用神 可能别人都不是这样说 表情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小心 看资讯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 適合而至 第二 最好如果有什么问题 沟通 都是直接面谈它好些 希望大家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 適用资讯 所谓水能在洲 亦能覆洲 太多东西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泛滥的后果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有机会跟大家再聊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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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